手里车停在山路旁 远景上前一问 驾驶声称要找朋友 但倒霉熄火了 动弹不得 太窘了 不是驾驶不想开 而是开车开到一半没油 车子发不动叼掐 远景好心到加油站 帮忙买油送来 结果却因为这句话大逆转 明明是自己的车 却不知道怎么打开油箱盖 远景直觉有鬼 用行车电脑一查 居然是一部失窃车 窃车贼身份被试破 当场哑口无言 其实小偷偷来的车 开启油箱按键 就在驾驶座下方 和一般的日系车款 几乎在同一个位置上 不知是不是太慌张 连油箱盖开启按键 都不知道在哪里 偷车贼当场露线 记得曾伟祥 黄湘富 彭馨 南投报导